很好喝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丽婷 欢迎回到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关于旅游还有美食的小贴士 如果你也喜欢类似的那种 就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今天的视频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 如何在10分钟内能搅出三种不一样口味的牛油果奶昔 从用料最少到用料最多依次排序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那么最简单的牛油果奶昔呢 我们就需要一颗牛油果然后全只牛奶还有的就是细糖 首先呢我们必须把这个外皮黑色也就是熟透了的牛油果切拌 把它中间的这个种子给取出来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牛油果切成一片一片这样放在搅拌机里面呢就会更容易的把牛油果给搅碎哦 接下来呢我就会使用这种比较轻便的水果搅拌机 打开后呢可以把这个已经切好的牛油果片放进去 这个搅拌机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是有一个USB的那个插口 你只需要呢就把电线放进去 然后就插在这个包包那边就可以自动的去charge那个电 然后插完电过后呢不用电线哦你就可以直接的去搅拌 好那接下来的第二个步骤呢我们就需要加入一些全只牛奶 push here to up 剪刀 那把这些牛油果放进去搅拌机里面呢我们就导入一些的全只牛奶 我们倒入这个全只的牛奶直到那个牛奶覆盖牛油果 那鱿鱼牛油果还有这个牛奶呢是糖分比较少的 如果你想要喝奶昔比较美味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加入一些在家中就非常容易找到的细糖 接下来呢我们就非常容易的直接把这个盖上 然后就按这个按钮就可以搅拌了 现在搅出来的第一款的牛油果奶昔呢其实是非常容易搅拌的 而且那个用料啊第一只牛奶或者是全只牛奶以及糖还有牛油果 都是非常容易可以找得到的 初学者呢不妨可以先试一试第一款的牛油果奶昔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款的牛油果奶昔吧 第二款的牛油果奶昔呢同样的我们只需要一颗的牛油果 然后还有麦片蜜糖以及水状的牛油果 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牛油果水加入麦片里面 让它泡给它软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用这个放进去水果搅拌机里面一起搅拌 那我们就加入这个刚才已经泡好了的 优格还有麦片 再加入几颗的牛油果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加入蜜糖 适量的蜜糖啦 然后其实你不用找杯子呢也可以喝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杯子的形状 然后我觉得拿去旅行啊或者是去外面郊游是非常方便的啦 因为你只需要好像泡锅盆这样做好店就可以了 第二款的牛油果奶昔呢因为有加入那个麦片 然后还有优格的味道感觉是非常好喝 而且你可以喝到比较浓稠 然后比较有饱足感 我觉得是那些有时候做晚饭 然后又没有东西吃 然后现在因为是CMCO的关系嘛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麦片啊 还有你喜欢的水果加入这个搅拌机里面 喝一杯就够了 很好喝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第三款的牛油果奶昔 还有麦片的嚼劲喝了很饱 第三款的牛油果奶昔呢 同样的我们需要一颗的牛油果 再加入Sneakers的巧克力棒 以及这个Oreal饼干三片 还有的就是全汁牛奶 以及这个花生酱 这款的牛油果奶昔呢就特别加入了 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吃的零食 也就是Oreal饼干 首先呢我们必须把Oreal饼干的夹心先取出来 然后把这个饼干给捣碎 这个取出来过后的Oreal饼干夹心呢 等一下是可以加入没有水里面的 所以大家在取出来的时候呢 就不要先把它丢掉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些Oreal饼干 放在一个挤袋里面 然后把它用碎变成饼干碎 接下来同样的步骤 我们必须把这个牛油果切片 因为切片过后的牛油果 比较容易放在水果搅拌机里面搅拌 虽然这个牛油果切片 就这样做很滑 把它放在一旦里面搅拌机内 就是锅子用碎子加入 的方式 饼uto盐 我觉得我应该是只是用一半的巧克力棒就好了 因为放太多担心它会太腻或者是太甜 切一半 同样的把这个巧克力棒切成块状 这样等一下放在搅拌机里面才容易搅拌 好那一开始呢我们就加入所有的牛油果 然后再加入Sneakers 之后呢我们可以加入一汤匙的Peanut Butter 看得到吗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加入刚才的欧热饼干夹心 还有倒入我们的全汁牛奶 当这个牛油果奶吸搅拌均匀过后呢 我们就把刚才已经溺碎的热热饼干倒入杯中 然后再加入我们刚才已经倒好了的 那个牛油果奶吸 加入一点点的欧热饼干肥 和前面两款的牛油果奶吸不一样呢 就是这个呢因为它加入了那个花生酱 所以它味道也就是那个牛油果的生味呢 其实是给花生酱还有Sneaker饼干盖过了的 如果你是刚刚学习要如何吃牛油果 然后又不熟悉那个牛油果的生味呢 不妨可以试试这样的一种搭配 因为那个牛油果的生味呢 不会很重而且也非常好吃 如果你还有其他关于牛油果 可以搭配什么材料 自从奶昔的想法 也欢迎你在这支影片底帮留言 让我知道 别忘了给这支影片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吧